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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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講起這個新時代廣場 可能會想起1998年常見的一套電影 叫做生化手絲 那套電影裡大部份的場景 都在這個商場裡拍攝 挺符合那時候的一些中小人商場 所表現到的一個混雜 或者每個平方尺都用盡的氣氛 以前的格局就會多一些 適合年輕人的東西 而在我印象裡面 漫畫店一定有 然後剛才所說的影印店 又或者是一些 各方面 例如卡遊戲 或者是 那些NDS PSP 那些店都會有 這些場 真的很做街坊生意 就算它以前的門面都OK 但它現在 你看到都沒有什麼 怎樣特別去執行 它翻身 好像它的感覺就是 它的格局就是停在那些地方 無論是這裡也好 或是國都或是七海的商場 就是這一區的特色 你不會特意覺得它很熱鬧 但它又不會說死了 很快 我叫做Alice 我從1998年就來到這裡 我做精品 專門賣日本產品 自從出了智能手機之後 加上 就開始學生轉型了 不玩精品 不玩這些公仔 現在沒有生意 上來 三幾千元都沒有錢交租 你看到這麼久 又沒有人進來買東西 以前不是的 以前的科學時間 折到滿了 好嗎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